人生需要励志 愿你眼中有光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励志时间 九句话 点醒无数人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博弈 当你战胜了这个不完美的自己 你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人 人生如其 这九句话 点醒无数人 一 要想成功 你必须努力 但绝不能投机取巧 你的成功 不只是靠努力 还要依靠你的能力和运气 一个人想要成功 除了付出汗水和努力 还需要很多智慧 不要抱着投机取巧 就能成功的想法 这种心态 只会让你陷入泥潭 二 要想人钱显贵 必先人后受罪 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 要想出人头地 就必须先私底下吃很多苦 其中蕴含的哲理 是成功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 要想成功 就必须付出很多努力 吃过很多苦之后 才能够成功 三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伤我 我必痛之 人若如我 定要损之 别人的一点小过失 我们就生气发火 别人的一点小错误 就大发雷霆 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随意发脾气 这样只会伤害到别人 也不要总拿对方的错误来 惩罚自己 四 人活一世 钱多钱少 够用就好 人活一辈子 有个依靠 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家有一处房产 比你在外面的世界打拼 居无定索要墙上 十倍上百倍 只有身体好 才能干更多的事 五 学会放下和感恩 才能拥有轻松的人生 苦只是一阵子 若干年后 回头再看看 其实都是一桩桩的小事 人生在世 谁也不是谁的永远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没有谁非谁不可 六 斤斤计较坏情绪 耿耿于怀伤身体 不要太高估自己 在别人心中的位置 不要太看重自己 在别人眼里的价值 一旦没有了你 人家照样活 事情照样干 七 学会宽恕别人 试着放下怨恨 不要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负能量上面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保持距离就行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事情 沉默就行 八 学会理解和宽容 对自己是一种保护 不要在生气的时候说狠话 不要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 生气的狠话 最伤人 冲动的决定最后悔 若是因此 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 留下了遗憾和亏欠 便是终身的 九 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 人生在世 你没有那么多的观众 无需获取太多的掌声 做一个简单的人 不好吗 本本分分 踏踏实实 不沉溺幻想 不庸人自扰 才能过得轻松 活得更好